由二胡西琴演奏的双斜奏曲二贤 与台韩两国国乐团合奏出震撼人心的乐曲 2018年起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国乐团 携手韩国国立国乐院搭起两地的音乐桥梁 本次韩国音乐风情是台韩音乐交流合作 长达六年NOU的最后演出 透过双方演奏家的交流演出 展开跨文化的对话 这次我们推出的是台湾国乐团推出的是管制 然后这个胡琴跟打击的乐 那么相对这三种乐器 那韩国是叫臂力 然后一个就叫西琴 一个叫四五 那在乐器上他们的都比较细跟小 那我们的会比较 管会比较粗一点跟比较长一点 但是也因为这个乐器的构造不同 他们虽然都属于传统乐 奏出的乐器的音响也好 旋律也好 高低音的幅度也好 其实都有点不同 那也因为这种不同 和平起来会更有层次性 而且和平起来 你听得见韩国风 你也听得见台湾的在地的味道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流 让彼此透过音乐认识对方 也一听这个 这是台湾的 一听这是韩国的 可是和平起来却又是这么的柔和 这么的融合 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 未来的交流的方向 那虽然今年是最后一年 但是这个最后一年 却是我们台湾在音乐 在传统戏曲上 更深化的开端 未来我们不断的会持续在 国乐上 台湾的音乐上呢 做国际的交流 而且我们呢 也在李代表的这个 合作之下呢 也会将我们的戏曲 也带到呢 这个韩国去 我想透过文化的交流 会是呢 最美丽的名片 也是会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 那我们也期待 有不同的MOU出现 台湾跟韩国关系呢 其实台湾跟韩国两个国家 我们有非常多的领域 都有在合作嘛 包括像是经济上的等等 然后尤其韩国因为有 韩流文化的关系 台湾的观众都非常的关心 那现在呢不只是韩流 现在的文化之外呢 我们这次的交流 也给各位展现了 就是传统音乐的一个 交流的可能性 我们希望不只是演奏而已 以后可以有更多的表演啊 更多的像是戏曲上面 等等的合作 台湾与韩国两地的国乐 随着历史长河与地域差异 既一脉相成又多元演变 发展出多彩多姿 又独特的技法与曲风 将透过韩国音乐风情 毫无保留的呈现 就像我们今天表演 有使用到二虎跟西琴嘛 对不对 那二虎跟西琴 他们两个真的是 长得非常相似 他们的弦的数量也是一样 可是如果仔细去听 他们音色的话 你会发现啊 就是韩国的西琴 它的音色是比较属于音的 然后台湾的二虎 就是比较阳的 这样子感觉 就是它会比较更明亮一点 包括像是韩国的臂力 跟台湾的管子也是一样 虽然长得非常相似 可是台湾的乐器 它的那个声音 就是会比较大 比较明亮 我们台湾的管子 跟韩国的臂力 其实真的长得非常像 它不管是长相 或者是它其实 整个乐器的节奏都很相似 那可是我们实际上 还是在两个不同的国家 发展下来的音乐嘛 所以呢 它虽然很相似 但它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地方 比方说像是管子 它的声音其实会更强烈 然后其实它的音域 会比较高一点 然后臂力的话呢 它会比较柔软 而且它会比较低音 在他们练习的时候啊 就是互相这样子学习 也有发现说 除了本身乐器的差异之外 台湾跟韩国 就是在吹那个乐器的方法 然后还有它的演奏的方法呢 其实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金珍老师介绍是西琴跟二虎的不一样 然后这两个乐器是当时的诞生可能是差不多 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它有所不同 尤其是在就是制造乐器的材料 然后以及它的就是演奏的方法的话 已经有一些不一样了 像是那个韩国的西琴呢 他们其实到现在都还是用一些比较传统的方式在制作 比方说他们是用那个蚕丝之类的制作 然后可是台湾的二虎呢 它可能会用一些就是金属的那样子的弦线 然后所以这也就造成他们两边的音色会不一样 另外在演奏法上面的话呢 韩国的西琴它比较多是就是用按压弦的方式来演出 可是台湾的二虎呢 则是就是比较是用这样子移动的方式来做演出 因为它是韩国作曲家 所以它写的东西就是比较偏韩国传统音乐 那在这方面它一定是会依照说 他们传统乐器西琴的演奏法去协作 那所以在这部分我就会特别去上网 比如说可能看一下影片 西琴什么的演奏诠释法 然后去传谋说 我应该要比较怎么样演奏 才会比较贴近它西琴的演奏方式 这样会比较融合 韩国音乐风情音乐会 12月8号 12月9号 在台湾戏曲中心大表演听演出 12月8号为韩国国立国乐院专场 12月9号由韩国国立国乐院艺术总监 全新泽指挥两团同台共演 带来国际交流的压轴演出 邀请乐迷们欣赏韩国音乐的迷人魅力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